韩籍主教练普恒旭与越南国族队员 韩连是海外网8月28日变最近 59岁的韩籍主教练普恒旭在越南火了 27日 他因为率领越南国族挺进亚运男族四强 受到当地人热荡 有越南女球迷在接受采访时 兴奋的趁起再过韩兴李敏昊和宋仲基 并隔空喊话 快加入越南国籍 对于越南国族即将迎战韩国队一事 普恒旭直言 我有战胜的信心 越南女球迷在普恒旭 再过宋仲基 韩国KBS电视台早前 普恒旭还因率领越南U23足球队 在亚洲杯上获得亚军 而被奉了英雄 越南国族挺进四强 求你兴奋 韩联社军韩联社报道 27日 亚加达亚运会男族四分之一决赛 在印尼一加四进行 越南队战叙利亚 最终 越南队凭借加13的进球 以1比0战胜叙利亚 成功晋级四强 越南国族挺进四强 普恒旭现场欢呼 韩联社普恒旭十分高兴 说今天又迈出了一大步 既为那些凭借爱国精神取胜的球员们自豪 也很骄傲自己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 对于自己的外国人身份 普恒旭则表示 韩国是我的祖国 我热爱我的祖国 但现在任越南国族主教练一职 我将尽心尽力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越南国族挺进四强 民众涌上街头庆祝 韩联社最近 韩国KBS电视台采访越南女球迷 当问及宋仲基和普恒旭两个人里 你更喜欢谁 神球迷毫不犹豫的回答 普恒旭教练最棒 还有的女球迷面对黎敏浩 金范和朴恒旭也觉得谁最厉害的提问时 当即回答朴恒旭 有趣的是 韩国国族晋级2002年世界杯四强时 普恒旭曾是韩国队的助理教练 而此次 他将作为主教练率领越南队迎战韩国队 普恒旭说 2002年我只是助理教练 而如今是主教练 那时我只不愈四强 此次绝不会仅满足于四强 唯有战胜韩国队的信心 编译海外网刘强 本文戏版权作品 未经授权严禁撰载 海外视野 中国立场 登陆 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 海外网 Hirenet CN或海客客户端 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简单 商量 アンディング 北部 全国 干支 海外 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